桃園市业的李淑貞在总咨询时指出 旧巴德大乃消防分队跟社区综合大楼后续要怎么活化利用 市长回应将拆除建物扩大学校使用空间 大城国小后面临街的建国路这个消防分队会拆除 那学校会建一个新的后门 原来的资源回收站那边会建一个后门 加上幼儿园再加上大城里的集会所会建在后门 那至于那个社区综合大楼会交给大城国小 因为他是属于校地给他统筹运用 所以将来大城国小就有完整的前面广幅路 后面建国路建国路有一个完整的后门 那环境也大幅改善会增加一个市民活动中心 以及幼儿园这计划都定案了 另外议员也提出消理公墓用地迁葬后 是否能改成花海公园的可行性 对消理花海公园就是有分做第一 第一期右手边的 现在北区客文馆这个月要开幕 23号开幕 那左边在9月份清理完毕 现在正在请公务局做一个 我们会做一个公园 那也会考虑把一个小的转运中心放那边 因为要去参加像龙岗米干节那些活动 那从这里转运比较方便 那边路很窄 那这个计划会结合这个转运站跟公园 将来设什么设施 因为两块加起来超过10公顷 我们会再来争取预算 议员希望未来能在消理做花海节 市长回应因为该地右半边已经盖了北区客家文化馆 会将整个12公顷用地妥善规划 结合捷运跟花海打造全新的观光亮点 记者来为一头颜报道